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月我们找一则新闻即将发生 还有十二生效 对 相信平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新西兰本地的朋友都是在准备吃饭 然后很放松结束了一天的工作 其他地方的朋友可能会比我们再晚一些 有的是在上午 有的是在下午等等 我觉得今天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都已经进入到一个放假的状态了 甭管您是在准备年夜饭还是已经吃上了 希望我们的节目就像一道精神年夜饭的大餐一样 陪大家过一个快乐的出席 是 全世界的华人 我们一起欢度新年吧 好 毕竟来讲我们的节目除了在新西兰电视播出之外 实际上我们也在YouTube上面面对全世界的观众 对的 对不对 太棒了 好 那既然讲到这里我们就要进入我们的主题 那主题就说到在今年即将来到的二月 对不对 二月 这个很特别的意思 对不对 来动人介绍一下 好的 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三三世界观还是以这个新闻为主线的嘛 从2020到2021再到2022 我相信大家有种感觉就是疫情把大家弄的都已经是精疲力尽了 一波一波我们应对着不同的这个希腊名字的这样的一些疫情病毒 不知道2022特别是进入到了这个中国农历的 我们是虎年之后 会不会一切真的是虎虎生风 如虎天意 变成一个更加好的一个感觉呢 我觉得二月份开年啊 有一个最好的事情 就是我们的北京冬季奥运会 拉开帷幕 再过几天大年出事就要举行了 是 然后在这个星期五的下午晚上 也就是2月4号 大家期盼已久的北京冬季奥运会终于要拉开帷幕了 今年特别有意思 就是往年我们说夏季奥运和冬季奥运中间隔两年的时间嘛 因为疫情的原因 然后这个东京的奥运会就拖持了一年 不单拖了一年 他把这个月份也从7月份不断的往后拖 所以大家有没有感受到 好像我们刚看完这个热气腾腾的这个亚运会以后 夏季会议现在就进入到这种冰雪挨挨的冬季奥运会的感觉了 对啊这个2021年举行的是2020年的夏季奥运会 是 现在呢2月又开始举行了冬季奥运会 当然今年的冬季奥运会呢 非常值得期待啊 这个我想这几天大家在这个 散热世界观的节目当中都有听到我们的介绍嘛 对 对不对 那这个北京冬季奥运呢 那如果要12生肖当中你选谁 12生肖当中啊我觉得能代表我们这个中华的 我们都说我们是龙的传人炎黄子孙 我觉得龙是最具有代表性的 当然因为冬季奥运会还有这个三四天的时间才开幕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很值得和大家推荐 他之所以值得去看的一些地方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中国人的心态已经变了 如果说2008年举办夏季奥运会的时候 当时是希望向全世界的人民去展示我们中国的这种实力 那现在已经时隔将近有我们算14年时间之后 中国的这种文化自信经济自信 已经不需要从那种特别大的排场去体现了 我觉得就今年的奥运会如果要拿一句话来说的话 大家过两天去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就是极简办奥运 他会有更多的一些简约的地方 我简单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节俭办奥运的理念 就今年场馆当中虽然有一些是新建的 但一定是要用得上才会建 比如说在北京的首钢滑雪大跳台 这个是因为中国以前没有相关的场馆 说以前中国的运动员要去做相关的运动训练的时候 得到国外去租借场馆 所以今年办奥运会的时候 正好我们就建一个专门的馆 有了优势以后 运动员就不用出去去国外了 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建立一定是要最有用的 还有一个很巧妙的就是利用现有的资源 大家记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 除了鸟巢举办开幕式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水立方 所有的水上项目特别漂亮 到了晚上蓝色的一块一块的 那么水立方在今年就要变成一个冰立方了 对大家听说了过吧 一些冰上项目会在这个地方来举行的 其实也就是说希望能够把以前的这些场馆再利用 体现一个绿色环保节俭等等 我觉得这是中国自信的一个表现 我们不需要花更多的钱 用牌上去证明 就像张艺谋说的奥运会的开幕式 我们不需要那么多人 3000人加上科技的效果 就能够营造出一个特别美轮美奂的大局观了 对你说针对 因为08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开幕典礼展现的是中国这个5000年的文化跟历史 但今年的这个冬季奥运的我想中国要展现的是现在的中国实力 对 那运势怎么样 对讲完了这个2月份大家都期待的这个冬季奥运会 我们再来看看鼠龙的朋友虎年运气到底好不好 那么说到这个运气呢 鼠龙的人啊 我们可以给大家这么八个字叫做善用好运趋利避害 如果按五颗星是满分来打的话能拿到三颗星 那很不错 还是不错的 唯一你要让我说有点不好的话 就是这个爱情方面给这个正在等待找男女朋友的人来说 也是小伙伴们别着急 据说这个上半年呢 这个单身的人呢 别着急要静静的等待 因为可能这个爱情运势不是特别好 其实这也给我们所有的这个逼婚的爸爸妈妈们说一下 别逼着儿子女儿这么快就要带对象回家 因为今年的上半年可能不是最好的时机 要等到中秋节吗 要等到这个静等花开啊 可能好运爱情运自然就来了 其他我觉得鼠龙的朋友都特别的好 特别是财运啊 说今年上半年是喜事连连 上半组可能会拿到奖金 如果有的话麻烦看我们节目等待一下 好基本就是这样了 那当然呢 刚刚我们看的是二月份的运势跟二月份的事情 再来呢这个我觉得三月份呢 也蛮有趣的 三月份有什么大事是大家期待的 三月份的大事呢 当然就是韩国总统的大选 因为文在寅呢 这个到齐了就要交棒了 那当然在这个电视画面上 各位看到在画面的右边呢 是李在明啊 那在这个最左边的呢 是隐席月 那基本上呢 实际上这是非常有趣 因为在这个今年大概一月份之前呢 都是隐席月啊 一路领先啊 笃定当选啊 这个2022年的韩国大统领 但没想到呢 就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啊 被这个丑闻啊 这个贪污啊 这些丑闻啊 被曝光 那这个曝光之后呢 这个接的呢 原来落后在后面的李在明啊 这个声势就一路上窜 现在看起来李在明的声势呢 是大概62%的 会赢得今年的韩国大统领 哇 那这个机率还是挺高的 从百分比来看 挺奇妙的 你看在去年 对不对 原来隐席月啊 是笃定当选 但是过完这个年呢 流年就一变 哎 可能命盘上啊 就有变了 所以呢 我看三月份的命盘呢 大概我们就选了蛇啊 小龙 对 其实属蛇的也挺好的 因为你看龙是大龙嘛 蛇就是这个小龙 所以我们来先再和大家说说 三月份蛇的运气好不好 蛇的运势呢 我们来看到到三月份呢 实际上也不是三月 就今年呢 即将来到的蛇年运势呢 实际上今年的蛇年呢 要更这个沉稳一点啊 整体运势呢 只有两颗心啊 但实际上来说呢 这个并不重要 重要在且走且停啊 且缓且稳 对啊 就是要不要欲速者不达啊 凡事都一样 还有一点啊 就是因为属蛇的朋友啊 大家要冬眠要这个休息 睡很长的时间 所以大家不妨就是像这个 要冬眠的心情一样折服一下 可能这个属蛇的朋友们 运气就会好起来 对就这样啊 那当然在这个事业运方面呢 还不错 有三颗心 但是不宜换工作啊 那财运方面呢 也不错啊 这个只要一些小投资呢 都会有斩获 但是爱情方面呢 记住啊 这个没有桃花啊 千万不要不要邪念啊 今年今年蛇年没桃花啊 这个是 就算有也是那种烂桃花 哎大贝老师我觉得有点很好玩 就你讲新闻那时候我特别相信 你讲浴室我也特别幸运 怎么觉得每一句都是真的呢 哎我这个是这个官方提供指令 专门研究过了 好好好 我相信了啊 那这个三月讲完我想再来 我就问一下クリスト 这个四月份有什么大事啊 哎四月份的大事呢 那就是我们马上要迎来了 还不足百天的法国总统大选 那目前为止呢 是马克龙 他现在是现在的总统 但是呢今年的这些候选人们都特别有意思 他们居然开辟了个新战场 大家知道哪吗 就大家都开始在TikTok上开始进行注册 这些候选人们不断的跟自己的这些选民们 在TikTok上发些信息来维持自己的热度 非常好玩 那你猜猜马克龙现在他的订阅人数有多少 起码得有个20万 目前为止呢马克龙真的是所有的这个候选人当中啊 这个订阅的人数最高的 据说有280万点赞的人数有1000多万 那目前为止呢 马克龙其实是在2020年7月份的时候 开始使用这个TikTok 然后呢他在自己的TikTok的第一篇 就是祝贺我们法国的这个所有的高中生期末考试结束 然后接下来呢有个叫这个不屈法国党的候选人 梅朗雄就也加入了TikTok 随之而来的这些党派的所有人群都加入了TikTok 于是呢现在目前为止啊 两大最热门的候选人 一个是这个马克龙 一个是这个梅朗雄 他们两个的粉丝量都超高的天啊 我感觉他们应该录一段鬼畜可能 变戏 但是梅朗雄的风格和马克龙是不同的 马克龙有点震惊巴白 但梅朗雄的就是根据那些流行歌曲 然后呢去粉刺一些其他党派的候选人蛮有意思的 那是据说呢现在目前为止呢就是英国的诺丁汉大学的政治学副教授 Paul Smith 他就表示说今年的大选格大选格外的有意思 因为呢现在目前为止在法国有600多万人的这个都在使用TikTok 所有呢其中呢有这个三分之二都是有投票权的 所以他说今年的大选呢这个新媒体 特别是TikTok将成为这些候选人的主战场非常有意思 感觉他们也挺与时俱进的啊 那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的运势呢就是生肖鸡了 因为我们都知道法国嘛高卢雄鸡 对大家都知道的对不对 所以今年生肖鸡的朋友们整体来说运势非常好 那虽然说只有三颗星 但是呢给大家这个生肖鸡的是蛋行好事自有天佑 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只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就可以获得好运的青睐 那其中最好的呢就是事业运了 为什么呢因为在今年的时候呢 你有非常非常繁忙非常非常多的工作要做 但是只要有工作做脚踏实地你就不愁自己有钱赚 同时呢也要给属生肖鸡在事业运上一点小小的暗示 就是不要去规划太过长远的事情 先做好眼前的事情非常的重要 如果太过长远的事情呢 其实规划起来反倒你觉得压力大 而且你的收获并没有那么快的去见效 所以这在事业运上面是非常好的 但是事业运随之而来的就是带来的是财运了 生肖鸡的朋友今年的财运是非常非常非常好的 谢谢我 金鸡啊 特别是在今年农历十月的时候要注意了 农历十月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 就是你可以有一些更多的投资机会 可能能用很少的钱买 然后呢高价卖出就可以收获很大一点钱 所以农历十月要注意一下 那么桃花运爱情运方面呢 其实今年暑期的也很好 整体运势都很好 那今年暑期的朋友们如果有有男朋友有女朋友的 今年特别适合谈婚论嫁买房举行婚礼 那么单身的朋友们呢 虽然有一些桃花桃花蛮旺盛的 但是要注意了可能很多桃花都是烂桃花 露水情缘要擦亮眼睛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年中的时候啊 如果有朋友父母介绍的话一定要去见 因为据说今年暑期的朋友 如果朋友介绍还是非常靠谱的 所以这是暑期朋友们的整体运势啦 其实整体还是非常好的 那么介绍完四月之后 五月会有什么大事发生呢 五月有什么大事发生呢 五月份呢 其实是英国女王的大日子啊 她迎来了这个登基70周年的大庆典 都70周年了 那英国女王呢 她其实是在1952年的时候的2月份登基的 那当时呢也是因为她的父亲乔治六是突然间的离世啊 所以呢当年是25岁的伊丽莎白公主呢 就被加冕为了女王 而自此呢之后的70年 她都是稳稳的坐在她的王位上 那虽然说这几年好像随着这个英国王室 可能有一些层出不穷的一些花边新闻啦 有一些丑闻啊 然后导致呢 英国王室在这个民众心里的地位 似乎有这种好像每况愈下的一种情况出现啊 但是呢我们经常说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 这个女王呢始终好像是这个英国民众心里的一个吉祥物哈 她在这坐镇好像大家心里就很稳 所以呢英国女王在这个英国民众心里还是非常有地位的 所以呢这个70周年的庆典大家也是特别的看重 那么今年的这个庆典呢也是非常盛大的哈 首先呢就是女王希望说通过这样一场盛典呢 让大家重新感觉到团聚的感觉哎这种团结哎这种感觉 那如果要团结的话怎么办呢 总得有时间搞点团建对不对 所以呢就给大家哎四天的小长假哇 今天特别幸福 从6月2号到6月5号长达四天的小长假啊 我们能修上吗 新西兰可以吗 英联报国家可以我们申请一下 好吧我们也申请一下 对而且呢我觉得在这个庆典当中呢有一个点特别有意思 嗯就是大家就尤其是收集硬币的这个爱好者啊 可以注意一下 在2022年的这个70周年的庆典啊 有一个最为罕见的这个50便士的硬币要横空出世 嗯为什么说它最为罕见呢 为什么 是因为它上面居然不会出现女王的头像 那应什么 这是很罕见的 对 它可能会有这个王冠呀 有它的这个登机的时间呀 还有它的这个在位的时间 但是就是没有头像 对我有收集过那各种硬币 从女王年轻的一直到中年到现在 我那个那个会变哦 那个造型都会变 它会根据人的年龄在变 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有意思 对那这一次的这个硬币的设计 也是得到了女王的首肯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女王也是觉得自己年龄大了 想低调一点 然后把更多的这种权益留给大家这种感觉 那么考虑做一个奇闻路一集啊 也可以啊 什么英国王室古堡秘文啊 之类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没错 这个这个可以考虑做一下 对 庆祝女王登机啊 我们是五月份等待 对对对 而且呢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庆典呢 还盛大在就是之前因为疫情 有两年这个阅兵式都被取消掉了 但是今年就会恢复 所以呢是非常盛大的 而且他还会邀请这个民众可以参加到这个非常盛大的宴席当中去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可以享受到这个女王这个庆典所带来的欢乐 那有tiktok直播吗 这样我们可以邀请马克龙他们去看一下 互动一下是吧 对 我讲各国元首应该会去祝贺 对应该是的 非常盛大的 对对 那浴室怎么样在五月份 浴室那我要说的是虎 为什么呢 因为女王就是属虎的 真的 花季年是很顺的 本命年的感觉 对女王也迎来了本命年 然后很多本命年的朋友可能有点觉得心里头点坠坠不安 总觉得这个本命年好像不太好 实际上我们也看到好像生肖虎朋友的运势好像有点低迷 五颗星的运势只能达到一颗星 但是大家不要太泄气 总体来说也是八个字善用资源迂回前进 还是有机会的 而且与此同时属虎的朋友的健康运势特别好的 那就好 对健康就是开头的一对吧 一保证了后面多少个零 慢慢来的可以 就有意义了 对所以大家把自己的身体保证好 一切都是非常有希望的 是太棒了 刚刚听到大家那么一讲 我觉得越来越有意识 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很期待他的今年运势 然后到这里我们稍次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们待会还有精彩内容不要走开 好 一会见 一会见 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回到三三世界观特别节目 我是David政经纬 大家好我是豆柔 大家好我是Crystal 大家好我是Aris朱松 今天我们四人初级 当然来讲现在到了第二段 我们继续要讲一些大事跟新闻 当然到了第二段我想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 六月份 对我们刚才讲了很多都是跟这个国际有关的一些新的新闻 那么对于西西兰的本地朋友来说 六月份有一件事情我相信都是大家所期待的 也是全世界大家都最好奇的一件事 什么事啊 那就是来转到西西兰来毛利新年 我们都知道新西兰的毛利文化是算是新西兰本地土著的传统文化 毛利新年一般来说都会在新西兰的时间也是南半球的时间 六月到七月 这个时候天气开始转调 为什么会设置在这个时候 因为在六月七月的时候整个南太平洋的天空上 我们都可以看到毛星团 为什么说它的日期是不确定的呢 因为毛星团它出现的日子就是不确定的 所以每年会星象学家告诉你今年的毛利新年在九月几号 大家才会知道 那我们2022年的时候同样也是根据毛星团来规定 今年什么时候是毛利新年 那毛星团它又被称为七姐妹星团 是因为有七颗星是最亮的 但实际上它是有九颗星的 而且这九颗星其实代表着不同的文化 就比如说有的是祝福 有的是丰收 有的是健康 这个是在毛利文化中赋予的不同含义 那关键是和中国有句老话叫做瑞雪照封年 那新西兰是毛星团照封年 对 星星月亮越说明问题 对 星星月亮越说明来年是一个丰收年 所以在新西兰 这个大家都习惯在毛利新年的时候抬头晃晃天空 来看看这个农牧业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在明年收成是如何的 那其实和中国过年很像 毛利新年也有很多的这个传统的大家要做的事情 比如说大家要去植树 因为植树就代表着小树苗它长大了 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 还有比较特别的就是放风筝 因为毛利人觉得说放风筝 风筝飞的越高和天上的神明 星星越接近 所以就希望来通过这样的方式得到好运 当然其他的我觉得和我们的传统文化很像 大家聚在一起吃饭 唱歌跳舞欢度新年庆祝旧人 然后畅想未来新的一年的变化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要介绍给大家 毛利新年中他们有一个传统食物 叫做Hungi 对这个食物很有意思 就是你看我们有一个挖个坑买点土 它是挖个坑点点火 然后上面放个石头 把食物再放在上面 用树叶一包 然后再封住 它是用过地热的方式 把这个食物给它蒸熟了 其实如果来新西兰旅游的朋友 所有的旅行团 都会带大家体验一下这个食物 所以今年毛利新年在6月份 而且特别的是 因为在工党政府2022年上台的时候 Jesena尔顿就说 如果我上台了 我就会把毛利新年变成一个公共假期 那么具体实施的日子 就在今年的6月24号 所以我们都会多一个假期 那就是毛利新年可以放假了 所以就冲到这点 我们要替毛利人说过新年好 对对对 下次看能不能把我们农历新年 哇 也在来看压室 对不对 全世界真的有一个国家 就把这个毛利 中国农历新年 列为国定假日 官方假日吗 哪个国家 卖个关子 考一下 在YouTube上的朋友 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对 顺利亚都知道 很厉害的 用学问的朋友 是 同时我们都知道 新西兰来什么东西最多 什么动物 羊 对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就是鼠羊朋友的运势了 鼠羊朋友的运势 其实今年不差 但是算是福获相宜 给鼠羊朋友的进高 就是说今年其实很多事情 都做的可能没有那么顺 但是千万不要放弃 越坚持越努力 幸运就会随之而来 转机就在身后 就是风雨过后会见彩虹 所以千万不要放弃 鼠羊朋友们最好的运势 那就是事业运了 所以今年事业运对水羊朋友好在哪里 你不能躺着不动 你要动 动的话就有收获 所以你的努力和收获成正比 这也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而且今年事业运非常的好 好在研究你今年有很多机会出去看看 去出差田生活 提高自己的见识 增长自己的人脉 在今年都会是有非常好的机会的 但是今年的财运一般般 所以给水羊朋友们的建议 就是守住正财 不要想着说自己要投多少资 要拿多少的收益 这方面就不要想了 但是在努力工作的同时收到的正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同时在爱情云方面 这个爱情云方面有伴侣的会经历些些挫折 那建议大家坦诚相待 任何问题就都可以解决了 那北有伴侣的 那7到6到7月份的桃花运 农历6到7月份是最旺的 那其他事件还是要注意一下 不要被烂桃花轰轰头脑 就是得要有分辨的能力 这是给我们每个人的 那今年鼠羊朋友还要注意一点身体 那今年是因为身体相对没有那么强 所以容易随着外界的变化而变化 尤其是在换季呀 天气转凉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相应的去做一些变化 增强自己的体力 这点是很重要的 是哇那听起来真的好棒啊 还不错可以放假一天 我说的不是运势是那个假日 是 那真的讲完到这个6月之后 再来就7月了 好快这个已经到了下半年了 对7月就是放那个 新西兰当地是放寒假的时候了 那有什么开心的事情 或者特别的事情 我们期待吗 艾瑞斯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们可以看运动会 当然这个运动会 不是这个奥运会 好像大家这么耳熟 那么想的这样大的盛事 它是这个英联邦运动会 但是好像因为好像冠上了 这个英联邦的这个title 总感觉它比较小众 实际上它也是一个规模 特别大的一个世界范围之内的一个运动会 对 每年可能就每一次的这个盛会 大概也有5000人以上去参加 对 综合性的 对对对 所以也是盛况空前的 那么其实就是这个英联邦运动会 它以前的名字叫做大英帝国运动会 那么第一次是在1930年在加拿大的安大略举办的 那自此之后就是每四年都会有一次 然后主要也是这个除了世界上其他国家 主要也是英联邦的这些国家都会积极踊跃的参与其中 对 那这个英联邦运动会它其实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的相比于奥林匹克运动会 那除了奥林匹克运动会常见的项目之外 还有很多英联邦国家这个很有地方特色的一些运动会加入在其中 对有这个七人制橄榄球 七人制 对还有叫草地滚球 我想想不来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还有这种无网篮球 所以我觉得就是作为我们好像一听这种运动都没有什么概念的这种朋友们 可以看一下 我觉得长一下见识 然后看一下这种风土人情的东西很有意思 感受一下大英帝国的那种 对对很有意思的 那么据说今年会有53个英联邦国家和71个队伍参与其中 那其实相比于之前记得2018年的时候是在澳大利亚的黄金海岸举办的 那其实在2022年的这个英联邦运动会 这个举办权花落谁家其实是发生了一点点小的 这个算是有一点出现了一点小小的bug有点问题 大家都想参加吗 还是都不都想举办 其实一开始都已经定下来了 是南非的国家叫做德班 这样一个城市本来是已经拿到了 南非的德班 对对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它不符合这个要求 所以呢是被撤销了它的举办举办权了 然后呢再到后来有英国四个城市 分别是这个伦敦博明汉利物浦和曼彻斯特 他们都有意想要承办这样的运动 干脆何办 最后你们猜花落谁家了 啊 花落谁家 哦花落谁家 新西兰 博明汉 英联邦落到我们新西兰了是吧 所以呢2022年的这个英联邦运动会 是在博明汉举办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应该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 嗯对 那这个生肖呢 生肖我要说到的是狗 对可能就觉得狗蹦蹦跳跳的 哈哈哈 对啊有活力了 详细连接到了狗 好 那其实呢这个狗的运势呢 在虎年是特别棒 超级旺旺旺呀 旺旺 好像我们在座有一位朋友是属狗的 对 旺旺 这是我们David老师 哇今年简直太旺了 我跟你说您哪哪都是五颗星 啊真的 整体运也是五颗星 哇谢谢 然后爱情运是四颗星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桃花是挡都挡不住的 哈哈哈 估计我们可以收到更多的斗内了 哈哈哈 对然后呢这个事业运也是特别的棒 而且您应该多留意一下身边有没有鼠兔鼠马的同事或者是朋友 他们给您的建议是特别有用的 好鼠兔鼠马 对多去打听一下 要听听啊 对对对 然后呢这个健康运会稍微弱那么一点点 因为您压力太大太辛苦了 哈哈哈 所以呢 好轻松 加强段变 对对对加强段变 对对对 那其实呢除此之外呢 就是这个财富运哈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在农历的9月11月好像有破财的迹象 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好 前帮交给太太 这个是给大家一个特别重点的提醒 是好 那看得出来呢这个算是还不错了 对对对 这个属狗的朋友呢这个大家一起加油啊 只要运势越好的时候呢更要低调一点 对对对对 运势不好的时候呢要逆流而上 对对对对 只要我觉得运势啊只是我们大家讲个趣味啊 倒也不是迷信嘛对对对对 是以此为参考 你信不信 我好的就信 不好的我就努力把它改掉 你们你们有没有去算过命 算过命 我觉得大家可能华人都会有这些想法 都会算 但是不会天天算 我知道有人天天算 看紫薇啊天天算 哇那个就太太 但有人还是塔罗牌 我要抽一下今天运势怎么样 穿什么牌子的衣服出门 真的啊 有 喜不喜头爱的也要看运气 当天适不适合有这样的啊 好吧那再来我就自己来讲啊 那就是这个八月份呢 到了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很多男性朋友啊喜欢开车 但到了八月份的时候呢 基本上欧洲啊已经进入了这个自动汽车驾驶的 level 3的这个阶段 换句话讲就是呢 你开在车上的时候呢 你可以放双手啊 你可以看报纸去 然后说呢上班这车就自己开了 天啊太酷了 我还是不敢 但是德国政府呢 虽然批了啊 这个奔驰啊 汽车已经可以了 对不对 其他的呢很快 我相信在今年呢 其他车厂也会陆陆续续 拿到这个level 3的自动驾驶 所以下次去欧洲旅行呢 喜欢开车的朋友 没乐趣了 因为那个德国是没有上线的 对对对 没有限速的 对不对多刺激啊 那以后大家再也都不用去考驾照了 对不对 我就不知道 系统有了还需要5G啊什么的 各方面配合 但他有一个状况是万一这个突然不能自动驾驶 对要随时要转转人工啊 这是一个情况啊 所以呢在八月份的时候呢 出去欧洲旅游 各位如果想体验一下 完完全全的自动驾驶机会来了 是的 那当然来讲呢 到了这个八月份我们也看到呢 在生肖当中啊 属牛的朋友 这个好可爱 那当然来讲呢 在牛年的运势呢 实际上整体运势啊 三颗星还不错啊 那当然讲呢 就是要这个挣脱啊 这个束缚啊 这个就是说你把一些东西丢到旁边啊 这个这个虽然来讲呢 在爱情方面还不错 有四颗星啊 虽然整体运势三颗星 但爱情四颗星啊 这个单身的人呢 不缺桃花情缘 对不乏桃花啊 好事儿 跟异性的接触会比较多 但是要珍惜对方啊 不管哪里 珍惜对方 基本点 基本点啊 要有道德底线啊 那事业运方面呢 也不错 四颗星啊 这个事业很好啊 很强势 会走得很棒 那当然财运呢 也不错 四颗星啊 但是为什么整体是三颗星呢 因为最重要 最重要啊 身体啊 就讲到是健康啊 这个健康呢 因为又有桃花 事业又好 然后又有财运 所以身体一定比较虚弱 优着点啊 哈哈哈 好 所以呢 这个牛年的 属牛的朋友呢 在今年呢 就一定要注意到啊 千万呢 要注意身体啊 好好保养 对 该补的时候要补一补啊 哈哈哈哈 提醒到了 对对对 再来讲到9月9月啊 哎 我们绕了一圈 对不对 又要回到中国 中国在9月份 有什么大事 9月份有一个大事 也是运动方面的盛事 因为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啊 体育是非常具有凝聚力的一件事情 能够更显得这个国家的一个实力啊 以及人民的这个团结向上的感觉 那9月份呢 就是这个2022年第19届亚洲运动会召开的时间了 那么今年的亚运会在哪开呢 是在美丽的西湖边的杭州 哇 超漂亮 好现代感 对 有像莲花 有像 有像 这个东方的那种味道 很圣洁的美 对不对 对对对 很干净那种 哇 是那么这个莲花呢 这个不是代表这个杭州的一种美吧 嗯 那其实这届的奥运这届的亚运会 我觉得也有几个点是特别要和大家说到的 之前北京冬季奥运会的这个环保呀绿色呀 在这都是一定要秉持下来的 因为本身中国就定了这个减碳啊 各方面的这个目标嘛 那么最主要的一点呢 就是大家知道吗 亚运会的场馆有57个 但今年杭州只新盖了12个场馆 其他的全部都是用旧的场馆进行了翻新呀 之后的来善于利用 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中国已经慢慢在变得更加的多元一点 绿色环保 对还有就是运动会上大家要看什么热点 今年北北京那开始是这个去年的这个东京奥运会的时候 我们看到14岁的日本小姑娘玩滑板玩的特别溜 对不对 得了这个世界冠军 那么在这次的亚运会上也有两个项目的是以前没见过的 第一个说出来大家不敢相信啊 这个霹雳舞居然进到亚运会了 哇 是不是 听说主办国可以挑两个 他可以挑 就是比较新兴的运动 对 什么时候王长武也可以 对我们也等待这个时刻啊 那为什么呢这个霹雳舞呢 它的英文是breaking 最早是70年代从美国开始的 因为他说不单单加入了一些美国的一些文化的东西 黑人的东西 而且他里面还有这个中国功夫的东西 因为当时他们喜欢看这个邵氏的电影啊 还有这个Bruce Lee 对对对李小龙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他有融入中国的功夫 还有什么巴西战舞 甚至是体操等等 所以这种霹雳舞呢 他对于身体各方面的协调性 是有非常重要的考量的 对 就是头在地上转的那种 对对对 有头转有身子转有脚转 有各种各样的技巧 大家如果就只是听我们说想象不来的话 看一下就知道了 9月啊 那听说今年的这个杭州啊 亚运会啊 这个主办呢 呃整个这个丑委会啊 城市啊 决定进入5G自动驾驶时代 对大家知道这将是中国的一个 呃怎么说呢 经济强盛 也是数码方面的科技的一个强盛 所以说是这么路边的这个灯啊 还有这个电装啊 各方面都充满着智能化 我看到一个就觉得特别惊奇啊 说这个智能无处不在 所有的场馆当中啊 那个智能灯杆啊 还有充电的功能啊 什么的 对对对 手机没电就充一下 就站到那个电线杆跟下就可以啊 整个就是能够体现中国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这种科技的实力已经越来越强了 对因为5G在中国杭州建设呢 已经完成了哈 所以呢我相信在9月份亚运会的时候呢 实际上去到那里大家都能感受那种那种中国的进步 因为90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参加亚运会 哇那个当时跟今天比我想那是天壤 那时候真的是中国最大型的第一个类似于国际性的声势 对对对对 万人空向都是啊 对但是这个中国的进步啊 这个可以期待 那生效方面呢 好生效方面我们就要说到这个啊 这叫什么像吗 马 马 对这个一马当先 马到成功 首先祝愿这个亚运会一定要成功啊 而且希望到时候疫情过去的话 我们要能去看 我去采访吧 哈哈哈哈 就好了啊 我当你助理我 我们就有这个好的祝愿 那我要跟这个数码的朋友说说 数码的朋友呢 给人感觉是特别的奔放热爱自由 放荡不记爱自由的一个属相啊 那么数码的朋友今年的运势呢 整体上来说五颗心理给您打四颗 特别的棒 对八个字 运道好转扬眉吐气 特别是在爱情运和健康运上都很好 说这个虎年呢 有好运扶持一扫过气的这个晦气 单身的呢 都可以找到优秀的另一半很好的时机 而且最主要的健康运也特别好 说整体上来说呢 这个新的一年里啊 这个数码的朋友们 算得上是抵抗力特别强 然后好像有这个神佛在这个保护一样 对所以要加强身体锻炼 这一年我觉得可能出去旅游呀 干一些什么样的 其他的需要耗费体力的事情 都是不在话下的 祝您一马当先 耶 太棒了 非常好啊 那讲到这里呢 又到我们要休息的时候 大家来讲 还有的朋友正在期待他在后面呢 比如说像属猪的朋友 对不对 粉红猪啊 我们现在有啊 要准备一下 那没关系不要急 我们马上回来 一会见哦 好一会见 一会见 各位观众你好 欢迎回到三大世界观特别节目 我是David 郑金伟 大家好我是豆蓉 大家好我是Crystal 大家好我是朱思虹 是今天是除夕夜的这个感觉啊 在团圆在这里啊 桌上呢 我们虽然没有大餐 但是呢 我们带来是精神食量 是的 对不对 让大家今年听了运势之后 一年都好心情 是的 我觉得不管您听到我们说到您的这个属相是特别好 或者是有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我觉得都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提醒 对啊 对啊 那到了10月份呢 我要问一下豆蓉啊 怎么样 有没有大事 10月份有 10月份这个大事呢 和我们的这个国际民生上 稍微相关信小了一点 我们要说的是G20的这个峰会 其实每一年都有这样子的峰会啊 呃 这些大国们在一起 对于未来的一年 无论是所关注的这个经济上啊 科技啊 以及各方面国际合作上 都会有一些更深一度的研讨 那么G20峰会的特别之处 在今年呢 是因为10月份的时候 轮值主席国变成了这个印度尼西亚 印尼在这个东盟的国家当中 其实是实力非常强 而且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他人口也多嘛 对是的 而且这个总统佐科维多多呢 其实我觉得他还是蛮有智慧的一个人的 所以他就说到了这个 今年的G20的这个峰会呢 他们希望更加关注于 作为一个岛国来说 气候变化呀 以及这个可持续发展啊 以及各方面的团结 都会是一个重点的 所以未来国家之间的这种合作 能不能打破像现在美国所导向的这种 东西方的这种分裂 会不会让他更加的多元多容包容 这个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 我看大家今年要去拉这个佐科维多多了 对啊 现在其实已经都有这个迹象了 之前美国不是一直副总统啊 国务卿啊都去拉 但佐科维多多人是很有个性的 对对对 那个说不见就不见 不见就不见 对对对对 那生肖方面呢 生肖方面十月份 我们要和大家来讲讲这个生肖是猴的人 嗯 肖猴的人有什么特点 感觉特别聪明 对啊 机灵啊 可爱啊 是但是我们要跟属猴的朋友说一下 今年的这个运势呢 整体上来说是五颗星能拿到两颗星 相对而言啊 这个好像听起来要多加注意 因为据说呢是运途多揣 左秃右转 有一些不好的地方 我们来看看什么事是好的 借着这个猴子的这个聪明这个劲啊 您的事业是特别好 事业运在整个虎年都是大展宏图升值加薪的 哎这个是非常棒 对不对 但是要说哪不好呢 这个有点没道理啊 就事业运这么好 但是财运只有一颗星 这干的好 可能这个钱还没捞到 没赚到 但是至少累积了这个基础 是我觉得大家这点别着急啊 你看他是这么说的 说财运上面呢不佳是因为赚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关于财富的消息 我觉得属猴的人都特别聪明 听到各种小调消息很多 可能就会让他们赶快去做投资 那在这就建议大家做投资之前呢 要慎重 这点很重要 其实属猴的应该是蛮有钱的了 所以今年财运不好没关系 不在乎这些啊 对对对对 好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 这样属猴的听的会高兴点 是而且最主要是这个健康运也不错的 还可以三颗星 哎不错 哎对 其实整体上来说我看就是财运一颗星 其他没有不好 对不过任何东西啊就蹲马步 像事业啊打基础啊 一定需要时间 赚钱啊 这个钱是赚不完的 而且钱赚了要花掉 对不重要 社会价值 对不重要 好吧 好那10月完了以后到了11月 11月呢我想在全世界大家最关注的 就是美国这个中期选举啊到了 那这次呢算是美国国会当中的一次大洗牌 那在参议院方面呢 基本上呢是34席啊改选 在众议院方面是435席全部改选 还有39个州长 换句话讲 特朗普2024能不能回白宫 就要看马上来到的11月8号的 美国这次中期选举 对如果众议院能拿下一半以上的话 就比较有利了是不是 那拜登就挂了 对啊 这个共和党拿了就一半就挂了 但是现在对民主党来讲非常的不利啊 原来呢这个我想用这个民主党或共和党啊 嗯 他们的这个代表动物啊来作为12生肖 但一看没有啊 因为一个是大象 对不对 另外一个是驴啊 对不对 对我们12生肖里面就没有啊 因为我们华人不太喜欢那个驴子 驴子 喜欢马啊 所以呢 最后呢 我就帮他们选了一个 什么 猪 这个好 这个好 其实猪不是坏事啊 猪非常好 好爱的 猪猪嘛 这个粉红猪多可爱啊 这个我们家就有个猪宝宝 粉红猪上面 那在猪年呢 实际上来讲运势啊 四颗星 哦那很好啊 属猪的朋友 很好啊 今年运势啊 尤其是爱情你们都不相信 五颗星啊 哇 都懒了 人家好花宝的爱情 对对对 说单身者魅力大涨 可以容易吸引到啊 这个异性的目光啊 但是呢 要把握机会 好 叫爱情 那在事业方面呢 三颗星啊 也不错 稳住啊 好好努力就够了 那财运呢 四颗星 哇 表示会有钱 那健康三颗星 简单讲呢 在今年呢 这个属猪的朋友 应该算是哎 非常好 像这个粉红猪 可爱 好 好 那讲完11月后 我们讲到12月 就问一下Crystal 12月有什么大事 来吧 12月的大事呢 就是印度的人口有望成为这个全球第一大人口国超越中国 那因为什么呢 这个数据是联合国的这个 确实确实 有可能有可能 这个在中国好像还不会这样 不会发生这一幕的 是我们看看他到底有多少人哈 目前为止预测的是2022年有可能超过14.08到14.10亿的人口 而且呢超越了这个数字 它还会持续上涨up up up 一直超过15亿 那而且这种超越呢 要将近100多年都会维持这个全球第一大人口国这样的一个这个数据在 那同时呢 印度政府也做了一些什么事 比如说呢 他从去年的这个7月的时候就提出法案 要在北方的第一大帮 叫做这个北方帮有2.4亿人口 他们推出了一个立法法案 那就是二胎政策 这也是印度政府第二个实行二胎政策的帮 也就是说呢 你生了两个孩子或两个孩子以下 政府会给你一些福利 比如说房屋补贴呀 比如说退税呀 福利政策 如果你有两个孩子以上的家庭 Oh sorry 这些福利就没有了 同时呢 他还会说你没有办法申请政府的公职 所以目前为止呢 有很多人预测说 2022年印度的人口将会超越中国 但是呢 时间有的人又说说 可能会再拖几年 但无论如何这个趋势呢 不管早晚这个印度人口已经看出这个趋势了 迟早是要超越中国成员第一大人口的 嗯 哇 那以后打火车更难了 哈哈哈 好 接下来 对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生肖 就是这个小老鼠了 小老鼠是非常非常机灵的 那小老鼠今年的运势呢 整体运势是非常好 三颗星 那其实呢 他给的总体运势的评价呢 叫福禄随缘 缘定自定 缘缘缘自心定 也就是你的心定下来 这个缘呢 就自然来了 好你也来了 那很重要的一点呢 是今年叔叔的朋友们 他会非常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 那给你的建议呢 就是说你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去做事情 如果超出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将会非常辛苦 所以在这一点呢 你的掌控能力很重要 所以一定要知道自己什么是擅长 去多做自己擅长的事 那同时呢 在爱情运方面也不错哦 那同时给单身者的朋友 是今年有桃花运很不错 所以尽量呢 把自己的眼睛放宽 多去外面去接触不一样的朋友 你很有可能有那个灵感 可以发现自己的震桃花 如果结了婚的这个伙伴呢 就要注意了 今年可能会觉得说 哎呀老夫老妻了 真怎么一点都不浪漫 所以今年叔叔的朋友们 一定要多去给对方制造一些惊奇 制造一些浪漫 让两个人的感情不断不断的升温 那同时呢 在事业运上可能稍稍差了一点点 所以呢 才给叔叔的朋友们建议 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切不可好高勿远 那同时呢 还有一点点建议 就叔叔的朋友们今年的朋友运还不错 所以呢 如果在职场中遇到什么问题 可以去找属牛的朋友们去商量一下 那财富运呢 其实今年叔叔的朋友很好哦 那叔叔的朋友们因为很灵光 因为他对财富有有所渴望 你就会发现哪里有赚财的这个赚钱的机遇 所以今年你会有很多这个赚钱的机遇 那不要去错过 当然也和个人努力程度有关 所以守住震财 那你再有一些能力去发现偏财 那你的财苦岂不就是满满满了吗 太好了 好那讲到这个之后呢 如果照这个农历来算呢 明年的这个1月也算是农历的12月 对 Iris有什么跟我们分享 对 其实呢最后要讲到的这个 员月份的新闻也是跟人口有关的 但与此同时呢 是关系到我们新西兰本地的 对 我们要进行2023年的人口普查了 这很重要 对非常重要 其实人口普查在每一个国家来说 对于这个政府去制定他下一步 该怎么走向你的决策 以及他的很多方面的拨款呀 等等方面 都是有着非常重大的这个指导性的这个意义存在的 那么其实呢 在2018年的时候 当年就是想要节省一些这个开支 所以呢 用了这个数字化的方式 对 电子的往上 对对对 但是呢 失败嘛 对是非常失败的 尤其是在这个毛利人和这个岛民的这个相应的这个数据 去掌握上是有所缺失的 嗯 所以也是饱受诟病的 那么在2023年呢 吸取了这样的经验教训 就是不该省的钱不要省 所以呢 这个支出呢 又多了三分之二 要达到2.1亿呀 哇 对那我们即便没有印度那么多的人 只有这几百万人口也是要花不少钱 我们500万人要花到2.1亿 对 平均下每个人 发给我们 对 发给我们 对然后2023年的人口普查有一个大亮点 就是他第一次要对于你的性别性别认同 对 以及你的性格变更 要这个要登记了 这个要登记了 而且有一个点哈 我觉得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就是说举个例子吧 也许你生下来的时候登记在案的你是女性或者是男性 但是当你15岁以后进行了这个人口普查给出的信息 你自我的这个性别认同 如果是相左的 比如说我是女孩 我认为我是男 那么你将会被记入你的这个出生的性别就是男 等于是完全是根据你的个人意愿 这国家好进步啊 对对对对 所以呢 其实这一次的人口普查对于这个政府对彩虹社区 所以接下来要进行的一些这种决策以及他的这个服务方向都是非常有这个指导意义 对我们永远走在前面 对对对 那生肖呢 生肖我要说到的是小兔子 对小兔子也是因为2023年也到了兔年了嘛 对所以呢 最后把这个小兔子的生肖的这个运势给大家说一下哈 整体运势还是不错的也是能达到三颗星的 那其实最好的那是事业运超级旺要有五颗星哦 哇五颗星 对就满星了有很多的晋升的机会哈 嗯 那么呃其实主要呢就是要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哎 这样子的话你可能就无往不利了 那其实要注意的还是健康也是因为你可能笨了事业 嗯 身体就会比较疲乏 所以还是要多注意给自己一些修身养性的时间 嗯 哇这个听起来这个未来的这一年呢 那大家的运势都不错 对都挺好 那这个也希望各位呢给各位参考各位就听得高兴就好 哈哈哈 这个都高兴 都好 但是我想最重要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透过不管用健康事业各方面呢给大家带来祝福 豆融首先带来的是哪方面的事业方面 事业方面 对对对有什么样的祝福 我们首先要祝愿所有在看节目的朋友们事业方面啊在来年的这个虎年如虎添翼 哇 事业高飞啊 天丽翼 那我就祝愿大家这个电视线所有的朋友们和YouTube的朋友们祝愿大家的爱情顺顺利利甜甜蜜蜜 那我希望呢2022年啊大家可以走出疫情的这个阴霾然后手上多一点钱财运虎虎声勒 哇 那我呢就祝大家这个健康方面呢 嗯 马马虎虎 不是马虎虎 要这个如荣似虎 如荣似虎 好好好 全都叫如荣似虎啊 要如荣似虎 对不对 好 那在最后呢我们一起跟大家拜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大吉 大吉 我们明年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